这次国务院的交接班 我觉得跟以往基本上所有的 至少近30年吧 都不一样 他以前的交班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内部交班 就一般都是副总理 然后他对这套系统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他经过之后 然后他上来 底下的人调整一下子 而且他对每个部委办局相关的 什么发改委银行 什么中国人银行这些东西都比较熟 我先介绍一下 朱镕基是副总理生的总理 对 温家宝是副总理接的总理 现在李强是没有 李克强也是副总理接的总理 然后现在李强是没有在国务院干过的 现在他要接总理 所以你说的这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30年没见过了 这是外接内 大家知道中共国务院系统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中共体制内 我认为它有很多地方不合理 但这套国务院系统 它整个运作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朱镕基见到现在的 但是因为它一层一层 你了解它之后 你深入到各个部门 能够了解情况之后 你接班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顺一点 所以你看中国的经济和一些政策 特别经济的 它还有那么一定的连贯性 还能保证 因为你中共怎么折腾 经济不能垮呀 对对吧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这个外接内 而且李强呢 他大部分还是做政工工作的 做书记比较多 对 基本上没有这种在政府内工作 那书记跟省长是两回事 一个是做事的 一个是喊口号的 所以这样一个人 他又没有这个过渡 他又要来接这个班 而且呢 这个班走的时候呢 说实在话 李克强有可能 他有这种量 你把我换了 你把我这样下了 我走了走了 底下人会好好接班吗 设两个盘子给你 你这个上来之后 你会怎么样 这个事情 门都摸不到 对 就是他这里面水比较深 所以如果说这个交接班的话 要想出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很正常的事情 就你接上去之后 发现很多事情你搞不清楚 接不上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交接班 可能是中共政权以来 最难的一次交接班 我们要知道 在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 国务院系统基本上也没动 周恩来那一套 基本上是没动 后来陈云嘛 姚依林那个都稳手的国务院 对他稳手 闯创 你怎么觉得 他们这一次 因为两会 这个中国的两会开 主要我们说人大 除了要选这个人大常委 他们那一批选以外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国家主席确定 这个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总理这一套班子 恐怕就是等于是要换 换一套 等于是李强正式上任 去当接李克强 要做总理的这一套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 除了总理外 几个副总理要下去 几个主要的部长 可能都要下去 那他会带什么人进去 这个会不会出现混乱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一次的换人 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就是说 其实仅仅是总理换人 这个只当了 就是没进过这个 没当过副总理 这个这倒没有 这并不是史无前例 之前我查过一次 80年4月份的时候 赵紫阳 4月份他做副总理 8月份就做了总理 他实际上在国务院的时间 也只待了4个月 那么这一次 这个李强在这个 中国二十大之后 接受说 他立刻就结束了 他上海市委出级的职务 到北京 到北京肯定是接国务院了 他就是说 只不是说没有公开宣布 他的国务院的任命 那他也熟悉了 其实也差不多有5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以比得上 当时80年 这个赵紫阳接班那个时间 但这个不是例外 意外的就是刚才我们补充的 几个副总理 国务委员 重要的部位首长 全换 这个是 这个是真正的实无前例 赵紫阳当时 只不过是副总理 接总理 那当时邓小平还是副总理 好几个人还在做副总理 那些人并没有换 部长也没有换 但这一次好了 几个政治局的 政治局委员认得 副总理的人 包括几个重要的国务委员的人 全都换了 可能说可以10个以上 然后还有重要的 包括那个 什么发改委主任 人民银行行长 财政部部长 这些 好像都要换 确实实无前例 但我就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 这可能意味着 中共体制上 有一个发生重大的变化 就是说 80年代替党政分开 现在其实是 习近平在2018年的 一次休闲之后 其实就是要党政融合 以党代政 我们看的包括是 统战部啊 宣传部啊 几个部 那个宣传部把那些 什么那几个局了 什么广电总局 那几个局给吃掉了 统战部把那个 什么乔办了 台办了几个半 也给吃掉了 那这一次重要的 就是说 那文革那么左的时候 都没做到事 对对对 没有做到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一次它是 我们知道 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 就是整个的政治局 国务院 其实你都是习近平的 你们都是我的马仔 就是我完全是一个 成为一个超级领袖 你们这些人 来跟我办事 就是我说什么 你们做什么就完了 走合脚嘛 对以前的时候 习近平和李克强 至少是两个人 资历上是完全相等的 对 甚至相当长 一段时间李克强 比他还早一点 对 现在就完全没有 这种事情了 不仅仅是他没有 连这个政法 连那个下面办事 那些什么政协的势力 都比习差了一大截子 对 我想习这样的 就是说他成了一个超级总统 下面这些人 你们都是这个 就是国务院的整个权力系统 其实就弱化了 就不像要思考问题了 对 你们没有这么重要了 所以李强才能提到 这么高的位置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呢 他们把这个 我们把他那样 一个交班的过程 就比较能容易的清楚了 就是说 反正是政治局开会说了算 中央什么 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算 然后这些开会说了算 至于你们这个政务院系统 你们国务院系统的 你们开会不算 你们说了不算 然后你们 我们这个中央的会 开会了之后 政治局开会了 中央的会议开完之后 国务院的人 直接去执行就完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看的话 就是能够理解 为什么是出现 这么史无前例的 确实是可能是 不止已经是40多年来 70多年来 从来没有过的 如此巨大的 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只能说明 习的权位上升之后 其他人地位弱小了 弱化了 国务院整个系统都弱化了 我觉得这是给我 最大的一个感受 那冲击也是很大的了 对啊 没错 我必须说 共产党的体制 就是说这个专制 共产党专制的这个体制 它是有一套来源的 它和西方的这个 这个体制不一样 西方体制基本上 就两个总统制 一个内阁制 就是这两种方式在运行 但是共产党体制呢 基本上是来源于 前苏联的三套马车 这个议会总书记 还有政府的那个 部长会议的这个主席 基本上就是这三套马车 那到了中国以后呢 第一个被废掉的 就是那个议会 人大的 人大基本上没用 但是它保持了 两架马车的这个模式 所以现在就像闯创说的 如果是以党代政 全面进行的话 等于是把最后的一架马车也砍掉 就剩下我自己一个马车了 这个确实是 以后跑起来 我看它会很辛苦 在中国这个政界吧 我记得以前有一句通俗的话 就是什么 叫书记动动嘴 市长跑弹腿 对吧 就实际上是说什么呢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做书记的 做书记比较多的 他确实 他很多人 他实际的事情不太会做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了解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市长他是管实事的 因为你要把经济做好 你要把一个国家 很多事情给他理顺的话 你必须实实在在 去做很多事情 对 所以国务院呢 原来是一个很实在的部门 他必须来做事 不管你做的对不对 把你的一件事一件事去做 那么如果是说 按照这个其实 就是他刚才讲的 叫政治和政府合一的话 以党代政的话呢 那就会带来就是 以后有可能这个管政府 这块本来一个做实事的 也在喊口号了 大家就是都来点虚的 你来的我来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想对整个中国的政局 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就如果政府部门也玩虚的了 那这个矛盾和造成的灾难会更大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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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